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很簡單 一向也是 1983年港元挂美元到現在 其實你在固定的回率下 如果你容許資金進出 你不要封閉到封鎖到資本帳 沒有限制資金流動的話 你要同一個匯率 如果人家的息口高一些,你跟着就要高一些 人家的息口低一些,你就低一些 就像两个桶一条喉,水位一样的道理 如果人家的水位高了,你就跟着高 人家的水位低了,你就跟着低 所以这个这么简单的道理 其实学术上就叫做利率评价理论 你一定要遵守 现在市场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地产商,地产代理 你知道封了城这么久,封了城这么久 他们饿了房子饿了很久 在扯销售,每个人都想做多些生意 希望楼市好像过了10年 他唱到好行,说香港不加息 通常都是这些人去唱 或者有些银行的经济师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上头的吩咐 你看到很多金融界,银行界都是 都觉得利率会低,觉得还是很多钱 觉得香港的息口可以不跟 但其实从来没有这个情况 所以没有这个情况 其实很多人把焦点放在最优惠里率 但最优惠里率是一个市场开价 即是银行开价给一般人的利率 这个利率其实是某间公司 卖多少钱 那些贷款卖出去 是某间公司卖出去的价钱 不代表什么 以前 最大的一家私资银行 他已经变相有央行的角色 每个人都看着他的贷款 但其实你一直在世界变的时候 就是30年前 银行监管处有金管局 有些东西成立 那你在香港自己弄了自己的央行 那其实银行卖多少价出去的利率 那个意义慢慢是小了 那你现在起码看到P也不是一个P 也有两个 有大P、小P 那还有就是 很多时候实际上你出去拿钱的成本 你走去银行借钱的成本不是真的P 有优惠就减给你 如果你本身的信太短的话 就要到头加 那其实每个人去帕门问银行 拿那个利息都不同的价钱 所以那个不是很有意义的 实际上你自己拿到多少资金成本 这是一件事 第二就是说 其实在资金成本的角度说 什么是资金成本呢? 银行拿钱回来 再贷出去 赚中间息七 拿钱回来 那个来源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在银行同业那里拆回来 那个就是看HIGHB和银行同业拆息 一个就是吸存款 那个就是存款利率 你看到银行同业拆息和存款利率 可以告诉你 其实如果你拿回几十年的数据 拍一拍美金的息率 就是HIGHB对LIB 拆息对拆息 存款对存款 对拆息对拆息 同档期比较 比如大家三个月比三个月 大家一个月比一个月 你如果这样比 其实那个上落基本上都很一致 就是说 银行在市场拿钱回来 那个实际的成本 就一定是跟着整体的利率的大小 所谓整体就是外围 尤其是美金 因为你现在是惯美金 所以美金的息率是上了多少 你跟着就要上多少 现在的情况就是 联储的息率太慢 所以你看到美金的息率 就算两年期以下那些 两年期以下那些 我们叫money market 就是货币市场那些利率 就普遍都不高的 都很低的 你看一下美国那条 资息曲线 其实两年起就说到挂了 但是两年以下其实很斜 所以现在短线来说 那些短的美金息还是偏低的 这个就算美金也是的 但是这个情况很快会改变 因为你现在说 每次联储局开会都可能加半厘 那你一年开很多市会 你加了半厘 加了半厘 可能会再加码 再快点 这个是不敢说的 就是你可能过几个月之后 已经多了一厘 多了两厘 或者三厘 所以你没有可能期望 香港那个相对应的 譬如拆息 存款利率 是会硬在那里 不动 它不会的 一定行的 可能会迟一点 有些所谓先后 而这些所谓迟一点 或者有些先后 或者有些高低 其实是由资金流入流出所造成的 譬如说 你很多钱涌入港质息率的时候 那当然 你多钱进来 浸住那个银行图业市场 那就很多钱在那里了 或者金管局又不抽走那个银行结余 有很多钱在那里 那些息就浸低了 钱多在那里的时候 那些息就便宜了 那但是 现在你看回市 呢 港股已经跌了一年 美股上升了一年 其实这个就不是一个资金流入的现象 是不是很大流出呢 你还可以争吵 至少就不是一个大举流入的情况 那你如果资金不是大举流入的时候 其实就没什么理由 假设那个港元息 就会比那个美金息 是持续低很多 你银行 我再说一次 你银行喜欢开个P开多少 是他的事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回来的资金成本 就一定上升的 那你香港也有很多银行 200多家银行 现在还有些虚拟银行 还有很多其他的财务公司等等 他们全部都在市场欠钱 亦欠贷款 其实说实际上 你香港已经没有人收贷款电话 骗你借钱 就是你见到市场 其实那个竞争是这么激烈的时候 那个息口是不可能维持在一个不沉上低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外围加的时候 香港一定加的 那你一定加的时候 如果你 譬如说你的借钱是所谓浮息的 那当然一定想 这个已经不用说了 但是如果你那个是所谓定息的话 其实都会重新的 一旦重新的时候一定会上升的 一定向上修正的 还有你有很多东西 就是说新做的那些的话 他银行也会随着一条数据 就是随着息口一路上升的时候 他如果跟你做过定息的时候 他一定会高一点 因为他预计将来会再高一点 他不会给你很低的定息 所以你如果没借 你新去借的话 其实那个息口是不会便宜给你的 还有说经济前景 现在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你很多人的还款能力 未必那么高的时候 他去银行借 现在还借了可以不准追 不用还住 你有那么多这些问题的时候 银行其实未必会开得便宜 香港是一个风险的点位呢? 以前如果你看回那些危机 譬如说美国加多少息 接着可能楼市会出事 或者虽然股市大跌 或者香港加多少息 股市楼市会开始跌 那你其实有些参考点 譬如97那次 譬如科网泡门那次 譬如说07那次 你如果看回这几次 甚至包括上一次 就是2018年之前 联储高都加了10次息 那如果你看回这几次 其实通常那个息率 加到两厘以上 就是由头到尾加到两厘以上 市场就开始慢了很多 很明显慢了很多 立了 或者将近见顶那只 他如果再继续掃上去的息口 就是说三厘四厘 通常去到三厘四厘 其实就 那些东西开始下跌 所以你如果 现在按他的那种 最基本盘的说法 就是 你看到大行都在唱四厘 就是有些联储局官员 都在说三至四厘 那如果再进取一些 譬如 罗安森博士 和John Taylor 那些说不止 那些 如果最基本的说法 就是说三至四厘 其实就 分分钟可能 今年后期 明年初都会到 那比平时所见的 步伐是快的 就是以前是说 如果你说要加两三四厘 怎么都可以 两年三年才做出来的 就是不会快得那么紧 那你现在 因为通胀高得太离谱 就可以得很快的食率 还有这个情况 可能不是只限于美国 就是你说 我见到美国 我避免了美金 其实你去看欧洲 通胀一样很高很实行 那他们可能很快 都会做差不多的事情 那大家都在做差不多的时候 你可能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以前的加息 就可能 各个地方未必一致 可能美国只是他家 那其他的那些 比如传统说 欧洲和日本 一直都是低通胀低息 那他们可能不用怎么加 或者不加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很多地方都一起加 很多地方一起加的时候 那变成很多地方 他的楼市股市出市的机率就大了 就是可能会多了地方 一起有楼加下跌的情况出现 以前就可能不是的 比如说你可能 1997年就走到亚洲 2007年就走到主要在美洲 欧洲是一部分 但是如果你现在 因为个个都调到尽 之前的货币政策 调到尽 然后那个通胀 就个个都爆了上去 那你没办法 变成了一礼的时候 大家一起收水 还要急收 那大家的价格一起跌 如果你比较多地方出现 楼价一起回落的时候 那你变成环球的气氛 会很差的 就算你说香港现在 不是的 香港的股市跌得很残 香港的楼价其实都立了很久 这是一回事 但是你如果外围的方向是 由升转跌 还是很多地方一起转向下的时候 不是说今年 可能是明年后期 或者是后年的事情 但是你可见的 将来说 比如可能 现在数起的五六季之后 你真是发现那个问题 开始变成环境 那到时 对香港或者对哪里都好 那个影响的威力都会有 想法 大陆那边是被人认为是规划经济 其实现在李家超上任 大家都看到 是否会行一个资产冻结这个政策 这个问题大家讲了很久了 不过我都想问 香港有没有可能行规划经济 跟大陆一样 现在你正在规划 你看到他 就是由那些田大鱼到搞那些北部 其实想将香港引入很多 所谓新的产业工种 当然包括引入那些人过来 引入那些钱过来 或者是你用你的钱 不是那些钱 就是你很多这些 所谓大有违的想法 其实也不是始于现在 说真的 董建华上去那时候 已经是 有一场上台说 搞那样搞那样 但是 在香港这个 一直都走开市场画市的地方 我估计失败的成数很高 这些人 这些人来说 我不认为是这么听话 所谓不是这么听话 不是说不守法 是他一样的守法 但是他们是用市场的思维 用市场的手法去做事 你规划的 你就打盘去做 是不是 你规划的 你监人打盘去做 别人就走 是不是 现在是监地产商 你看到那些被迫复献的 如果你有很多外资 那些人理解你 你就是监力 他就撤出 所以 其实你不能加监人 你不加监人 的时候 你有一个规划 你就自己规划 实际上下面不做 其实你看到 就算不是这里 你上面也搞很多 像前海之类 那些 搞了这么久 都搞了什么出来 我真的看不到什么成绩出来 你建了很多楼 这是一个地产项目 但是 你实际上 除了地产项目之外 你做了多少事情出来 就是你在香港 现在好像说 那些科学员 那些 可以很多 租了进去 有很多事情做了出来 那你有很多事情做出来 你现在究竟有多少 上了市 有多少赚到钱 就是究竟你现在占香港 那个经济比例 有多少 是不是 其实大家都在这儿 你会看到 其实 一直以来 那个 官的心态 其实不是真的做一些 所谓最硬正的科研 他们都是经常开口去应用 应用的意思就是 其实别人已经发明好的东西 别人已经打底的东西 你拿来抄过来赚钱 你抄过来赚钱 这些是香港一直都会做的 不用一些官教的 你有的技术 在香港来说 大规模生产 大规模应用 大规模赚钱 这些不用你教的 亦都不需要搞什么科学园 搞很多科研 那些东西是做一些最硬正的 最基础的研究 你现在反而又不是做那些 所以你在一个赚钱的地方 其实最懂得赚钱 就是商家佬 商家佬最懂得赚钱 其实又不用你去教 你故意画一大幅地 搞一些科学园 之类 我看不到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就是你以香港来说 租金成本这么贵 人的成本这么贵 其实都不太适合做这些 所谓长线科研的事情 做出来的成本效益都不那么高